一年一度的全国客家日到了 为了让新北市民们来了解女窝补天的意义 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就要在27号这星期六 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全国客家日活动 象征客家文化的永续传承 24号这一天的记者会当中 也邀请市民朋友们一同来参与热闹的客家天川日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客家事务局以及艺术家林聪明 土城女后堂主委等人 点亮于五色时为概念制作的五色环保灯 其单体是用特殊切角将宝特瓶组合合成 与全国客家日主轴减碳环保乐活相互应 同时也象征点亮客家的未来 我们结合了在地的三峡的兰兰 还有幼儿园的表演活动 假如各位记者朋友有这个时间的话 在2月27号我们朱市长是10点半到11点会到 整个三峡元期在隆恩街239号 有青年的创意有文创 今天很感谢我们德林跟英格高子责的部分 当天会有更多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曼斯咖啡 会推出那个女娲系列一个叫雷茶咖啡 艺术家林聪明今天也配合活动 特别绘制一幅女娲补天图 表现女娲守护大地之心 这幅画将于活动当天作为市长与幼儿园 小朋友们染布贴画补天之用 而今天在记者会现场想先亮相 有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局长 并且老师一同替画作节目 我从小的小学的围墙旁边就是 宜兰大湖的补天宫 它是唯一祖室女娲凉凉的庙 那我们每年大年真夜初一 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凉凉那边 去祈求它是我们平安喜乐 所以我们庙方都讲来给女娲请 女娲是什么呢凉 就是叫妈妈的意思 我们叫凉凉 天川日真正的名字叫做全国客家日 我身为客家局的局长 有这个义务跟所有的记者朋友 也请各位方便的话 虽然27 28 29是连假 假如27号有空的话去给我们报导 那让全国的民众有资的权利 也代表我们有让青年有一个展现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叫 有舞台演出就精彩 客家事务都要有序传承 必须要有更多的青年子弟 共相盛举 今年的新北市全国客家日网 罗乐各大专院校学生 共同推广客家传统节庆 另外也结合新北市三峡区雅食协会 以及三峡植物燃产业等在地资源 应同传承与发扬客家文化 让客家事务在新北市发光发热 这幅墙是不是长八道